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upaster 還是念Key啊 Cupaster 應該是念Cupaster 然後算是大眼娃娃系列的迪士尼公主版 然後分解是 分別是寶家康納跟 灰姑娘仙杜瑞拉跟貝爾 就美人魚 或翻譯叫人魚公主 然後這算是小河的版本 然後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裡面的內容 第一個開的是 人魚 魚巾 因為那時候本來要開箱前 還想說要去查一下它的名字叫什麼 因為一直 有點忘記這個角色的名字 就一直知道它叫人魚公主 但是說真的 它的姓名叫什麼 本人 真的沒有去記 然後直到剛剛才發現 它叫 貝爾 然後有一個底座 然後 商品是頭跟身體是分開的 裝進去 然後底座這邊有一個孔洞 裝進去 然後是這樣 完成品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頭算是可以轉的啦 然後頭拔掉後面 然後 底座上面沒有任何的圖案 所以就是單純的底座而已 並不是說像有些還會有圖案的徽章 貝爾是這樣 成魚公主 然後再繼續開下一個 這個是 這是 仙杜瑞拉 灰姑娘 如果大家有去看過那種 黑暗童話系列的話 其實原本 這個版本的故事還蠻殘忍的 下面是這樣 有那種 褲子 轉一圈是這樣 然後頭是另外裝 然後它的底座比較特別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一個 比較小的孔洞 喔 是這裡 注意看它這邊有三個 插銷 所以它插銷是只能固定的 完成組裝起來是這樣 然後這個頭 可能裝的時候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這個頭 不是很穩 這樣 對吧 這是 仙杜瑞拉 感覺 有點 有點 仙杜瑞拉 後面是這樣 上面看是這樣 轉一圈 仙杜瑞拉 然後再來 最後一個是 說真的本人 完全不知道它的角色 只知道它是以前那種 美國 國 就是 在 應該算是 印第安娜 人的一個 公主吧 然後商品高 這樣子看起來 每一組大概都是五六公分到七公分吧 底座是這樣 商品是這樣 然後注意看它孔洞好像一大一小 所以裝的時候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應該是這樣 然後頭的部分是這樣 其實頭感覺比較像是 曬得比較黑的那個 花木藍 裝起來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頭髮有點僵硬 而且這個如果 沒有用底座 我個人覺得 這個 感覺不是很穩 然後第二彈這個系列 總計三款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